嘻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華德來玩我們的棕色塵埃2 來吧 今天是7月14日星期六 那你們看標題的話應該知道我要來抽卡 那我大概這幾天存了70抽吧 試試看 看他手氣怎麼樣 70抽以他們的機率來說大概可以抽到兩隻 因為五星是3% 3%的話大概是33抽會出一隻 我今天玩比較多 大概玩了兩三個小時吧 平時可能都玩一個小時而已 今天玩比較多 主要是我把這個魔獸追蹤者這個 MAID 魅達 女僕的這個impossible 以前我不知道這什麼意思啊 大概就是那種mission impossible吧 不可能的任務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MAID 女僕的不可能任務 這三個女僕一直講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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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看完劇情這樣 我後面就沒看了啦 待會進去點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就來吧 抽抽抽熱嘛 我要來抽這隻 這隻 這隻神聖的優斯提亞 這隻優斯提亞 抽抽熱是10抽啦 因為總共14天嘛 每天單抽就是10抽啊 然後我第一抽有抽到 然後我今天有抽到他的武器 我今天剛好有抽到他的武器 這個我自己好像有一個10連抽但是沒抽到 然後我今天單抽有抽到 抽到武器之後那個戰力就飆很高 飆很快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一般的武器 一開始我都是N嘛 或是R嘛 然後他們這種都是UR UR的話戰力就會加很多 有玩偶之前有說可以練這隻啊 所以我就來抽一下3600 在這裡 這一把 UR 就R上去是SR嘛 SR上去是UR 然後戰力的話 原本好像我這隻可能2000多吧 然後裝上去之後戰力就加很多 有玩偶之前有說可以練這隻啊 所以我就來抽一下3600 我把他練到80等了 就只有他 我就先練他 然後那個 我們那個服裝的貨啊 服裝要強化的話需要那個支援嘛 一樣就是去副本打 去打那個光系的 不過這個金幣也很缺啊 要3萬3萬 不夠了 不夠了 再去刷一下就好了 就做飛船可以去刷哥布林嘛 然後去刷那個史萊姆 哥布林是金幣 史萊姆是經驗值 然後還有刷那個礦洞 什麼洞什麼洞的 有屬性的洞 我今天就刷了一下下 好來吧 那我這邊是72抽嘛 那這邊100抽保底會出一隻五星的 然後這個是10抽保底一隻四星 然後 抽抽樂禍的四或五星這邊就會重置 然後這個是抽到五星才會重置吧 簡單說就是 五星 五星的話是100抽保底 四星的話是 抽到就重置 四星10抽就重置啊 然後兌換的話是200抽 200抽可以去換 然後我上次200抽 這個 這個 我也不太會記住這個名字 霍爾蒙克斯 你看我這個 已經換了 然後都沒抽到 有點慘 蠻慘的啦 蠻慘的啦 完全沒抽到 好就 這邊69嘛 所以說不夠的話再補一下 就可以補到100 GO 下去 鑽啦鑽啦 什麼東西呢 新手玩到這邊 大部分三星都已經抽滿了吧 日星還沒滿 你看大部分這種三星都賭滿 然後這個 這個專家我今天有用啦 因為他要五格SP 對於我們那種平常刷 刷怪的時候 不太好用 因為 要五格SP啊 你當然是先把敵人幹掉啊 我根本沒機會用他 他就是可以閃避加挑釁 閃避的話是有35%機率 會閃又會挑釁 挑釁的話 敵人就只能打他吧 這邊嘛 敵人只會集中打他而已 好 繼續吧 有抽到會有一個美女圖片啊 好 剛剛那是什麼學生會的 學生會女王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吧 什麼四者 管家啦 管家 管家的話是 喔 打敵人 讓敵人失去 5SP 真的喔 那是不是PVP可以用啊 那這一隻咧 好 潑倒了解放者 還沒出 啊完蛋 太難抽了 太難抽了 好 這些都四星的喔 四星還沒抽滿 完蛋了 非洲人了 完蛋了 非洲人了 這隻我滿了喔 哇 滿了耶 私心的是給20個這個 這個線 好 抽到了 抽到了 強化找為什麼命運的服裝 一隻 好 一隻 是那個神聖的優斯提亞嗎 我不知道啊 1.5%的機率啊 3%裡面的1.5% 就是抽到之後有50%機率 可以再抽到 好 OK 抽到了啊 這樣我就加1嘛 加1的話會補10張 加1了 哇 這個也滿了啊 這兩隻阿宅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那個魔法的 漫畫研究社 捷燈之門的 然後這隻是 回血的 他的回血好像是每回我會慢慢回血 而且他這是回自己的優 真奇怪 好 抽到了啦 抽到了我先來領一下那個10連抽啊 這邊可以換一下 呃 應該在哪裡啊 活動嗎 對 在活動裡面 對 在活動裡面 就是抽到就返還你10張這樣子 補回你10張 那我當然是繼續抽啊 呃 目前是 我剛剛是保底是不是 我剛剛抽到是因為保底啦 所以我剛剛不是因為我本身抽到的 是因為 而是靠保底抽到的 那我就不用抽啦 因為已經 過保底了 我以為還沒過保底啊 好慘喔 喔 好可憐喔 明明就3% 結果我還是要 撐到保底才抽到 喔 三星跟四星都會加 對啊 沒錯啊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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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吧 那我不知道 原本家裡跟家裡的強化差在哪裡 來看一下 我現在加1嘛 我不知道原本多少啊 原本沒看多少 反正一定是變強啦 這個%數可能會變強 150%嘛 然後是一個9攻格 輕小兵差好用 根據攻擊的目標數量 喔 如果目標越多是越痛啊 反正我都把他放在中間啊 因為他要9攻格 一開始 我抽到的時候我不會用 我都放旁邊 放旁邊只能打一點點而已 然後 就慢慢的多玩了幾天就大概知道了 這可以再突破啊 突破到100級 但是沒必要 因為那個戰力可能就加100而已 就把資源留著吧 好 那先來看這個吧 這個任務 這個是限時的啦 就剩下4天嘛 而且他是復刻的 這邊有那個 活動行程 第1週第2週這樣 9點開始喔 這可能是早上9點嘛 我不知道耶 反正我就剩下4天 然後這邊有那個 幫助 就是看故事拿獎勵而已 不用戰鬥 然後這邊是一般戰鬥 然後這邊是挑戰戰鬥 然後這是場域任務 魔獸追蹤者 活動商店 那我本來沒有玩的原因是因為我以為這個任務很難或是很複雜 我就先放著 那有網友留言說 可以趕快來玩一玩拿獎勵 所以這邊拿完了 這邊就是看故事而已啦 但是好像沒有語音就是對白而已對話 然後這個是一般戰鬥 一般戰鬥我今天打完了 應該說只有五把鑰匙啊 我就打完了 這個戰鬥要求5000的一樣 我現在戰鬥已經15000了 所以也是輕鬆過 這個是類似爬塔123456 我爬完五層了嘛 之後還有 六七一直往下到15層 就大概爬到你的戰鬥打不過為止吧 然後可以反覆吧 好像可以反覆是不是啊 反正這個只有五把鑰匙啊 這個 潛入神要去買 他那個商店有賣 在這邊用鑽石來買 我用鑽石來買這個潛入神 啊這一般戰鬥 然後挑戰戰鬥的話 也是啊也是 快速成功的蜜月 但是我沒有啊 我沒有 我這個沒有打 哇這個戰力要求比較高耶 9000多 一樣是要削這個繩子 然後這個有加成 就是你要有那個活動服裝可以加成 獲得這個 作戰成功報告書 就這個書 這個書就是要去商店換東西 我們剛這個有看到吧 商店通常會放比活動的時間還要在9夜 讓你慢慢換吧 所以你也可以先放著 好一般挑戰 然後場域的話 呃 因為我現在已經打完了啦 我們去吧 只是我打得很爛吧我在想 好給他賭一下 魔力氣很慢 這個就是要闖關啊 有點像你前入活動有沒有 前入任務 不能讓人家發現 你要你要在時間撿這些寶石 被發現的話你就要重來 就是要看手術吧 好像最高分是1萬分是不是 最高分是1萬分啊 就這樣吧 這是一個小遊戲 魔術作用手就是有點像 累積傷害吧 但是我已經打不過了 也不是累積傷害就打 打那個河南山這個 這個戰鬥機 但是我打不過了 我想打不過了 他已經被我打掉這些血 可以再挑戰吧 但是就打不過啊 他可能血會滿吧我在想 對啊 你看他血滿的啊 你可以看他的攻擊 攻擊範圍 他的攻擊範圍是長這樣 你如果怕被打就躲到旁邊去 反正我打不過了吧 他血有夠厚的 這個多少 200多萬欸 那打得過啊 逃跑 好 這還有Team2 Team3 這個LV6現在是LV3 打不過 打不過 一樣打過會有獎勵 好 那任務的話 每天會有任務吧 我看一下喔 這是一次性的啊 還是每天啊 不曉得 反正就是一樣是拿鑽石 活動商店就是我們可以換嘛 像這個是有限制的啊 換5次而已啊 換5格而已啊 就換完了 50乘5吧 那就250啊 然後這個也是 這些星星啊什麼的都可以換 啊 沒資源了 被我換完了 隨便換 我這個好像沒限制是不是啊 像有的是像這個都有限制的 我亂換啦 所以所以就先這樣吧 可能四星這個可能比較珍貴吧 然後這個 這是什麼女神的眼淚這個我就不太知道 我還用不到 釋放服裝潛力可能是比較後期的資源啦 我現在還沒有 這是做裝備是不是啊 巨大的耐性 完美保護喔 是這樣子喔 反正就裝備是不是啊 好 那這個活動大概就這樣 看過我 沒有沒有很複雜 就玩過之後就覺得還好就這樣 好然後我們不是有個 補償每天都給30根火具嗎 火具就是要去刷那個服裝的資源 為什麼還有禁單號 先不管 前幾天我不是說我看不懂火具嗎 我現在知道火具了 就這個 就是我們要去打什麼洞穴的時候 會需要這個 每天會補60個 反正我都沒打 它一直給我 反正我都浪費掉啦 怎麼過去就是 這是 來操作一遍吧 這是 PVP嘛 競技場 這是惡魔 惡魔塔 八塔 這是打BOSS 累積傷害 這個 副本 它就是有自己的名詞啦 你不玩都不知道 玩了才知道 好 我記得我好像才玩第三天還是第四天的時候 我就在教史萊姆啊 好這邊是金幣嘛 我連普通的都 喔 普通的已經過了啦 困難的 這我還沒過 這我還沒打 超困難 不過我戰力夠了 然後史萊姆玩過也是 超困難 困難的也過了 可以一直刷 直接秒掉 不要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邊 這邊就是要刷那個資源 補裝的資源 我們現在有水火風光 五個屬性 那我要練光的嘛 我就刷那個困難的 可以一直刷啦 我的組合是會帶補血 因為打完會受傷啊 打完完之後你會自動一直刷嘛 那我就調整那個有回血的 然後還有吸血的 還有補血的 還有吸血的啦 就是我讓我那個 會吸血的這隻放前面 就主角這個優斯提牙 他有一個服裝是吸血的 然後這是補血的 但是補血要 第二回合才會入法 這個是吸血 就是我打王的時候 王包打傷了嘛 那我在打小怪說把血吸回來 這樣我就可以一直刷了 我就可以一直自動刷 刷這個困難的 困難的跟普通的那個數量差1耶 有時候差2耶 自動關掉吧 這個補血是備用的啦 其實不需要補血也沒差 在我這個組合不需要補血 因為他會吸血 好大概是這樣吧 你看我火炬 溢出了 我都還沒用完 有空再刷吧 這個一定要刷 結果你要變強的就是要刷 沒辦法 就是除了抽角色 抽武器 再來就是要刷資源 才能變強 好 大概是這樣吧 今天就 玩到這邊 我剛說的吸血是這個啦 我也不知道就抽到一個 服裝有吸血 這一隻 這個是主角啊 開取送的 不是這個神聖 就這個服裝 他會 吸血 根據最大生命力35% 回復844 這個844應該是每個人不一樣 就35%喔 這隻角色的35%吧 那你就要去強化他一些啦 強化的時候你要選擇 這邊下面可以選擇 我現在有三個服裝嘛 這隻角色有三個服裝 這邊就要去釋放 因為他血越多的話 灰越多血 有沒有 他是以生命力為那個 這樣就可以再去衝了 但是需要這個資源啦 我現在有兩隻神聖啦 所以很缺這個 你看後期就需要這個了有沒有 女神的眼淚 剛剛在那個活動裡面有看到 我就說這個應該是後期的東西啦 找一下就知道了 有沒有 這邊可以去活動商店 還有這個黃金線商店可以兌換 OK 那我們這期就玩到這邊啦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大家 掰掰 我們下期 gr去了 Protest 兩張紙 只有陰維 詹蓉 我們下期了 下期的名字